为了响应国家清洁州 金山区在今天在公所清洁队代理下 个里包括里长、里志工、地区、协会等等 动员百人在中正路以及金包里老街等 进行环境清洁 希望大家可以共同维护家园环境 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 为了响应国家清洁州、金山区 27号上午地区个里 包括里长、里志工、地区协会等人 总共动员百人在中正路及金包里老街等地 进行环境清洁 维护地区的环境整洁 今天是我们国家清洁州 然后全民大扫街的活动 那我们非常的感谢里长 还有各义工的团体 还有我们的这个军方 都能够来共襄盛举 那大家一起努力把环境维护得更干净 志工们在里长及协会理事长的带领下 一群人浩浩荡荡的在清扫环境 可以看到路旁的空地上残留许多垃圾 大家统心协力将附近整理得干干净净 我们金山地区 一个睡墨的一个清净家园扫街活动 我们是金山区卫生促进协会 我们出动有40个人来为地方来打扫 对 这是一些环保志工 对 所以这边是要清洁完成吗 哦 这边很脏 需要再清洁一下 配合国家的政策 那么今天发动全民大招掃 就是所有的民众 大家挖掃掃掃 那么我们三个日子 派20个出来 希望说后面 如果有办法外团 希望说我们的民民 我们的区民 大家共享盛举 大家出来 到三天 让我们的 这个 旧委的附近 可以 大家拨好清净 大家好过年 李章表示 就到今天公所举办环境清洁活动 彼此特地动员里内 志工一同来共享盛举 也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让大家可以凝聚环境整洁的观念 共同维护家园的清静 提高生活品质 这个分享金生产报道